最近网上很火的小龙虾味真的好吃吗 先看直播 买回来了 99块钱 7盒 还送一个金汤酸菜鱼的料理包 不得不说 这个龙虾味真的是太火了 这个天海藏的龙虾味 不用多说了吧 网上非常多的明星都带货过 基本套路 一个冷 然后放一个超大的盆 里面全是这个小龙虾味 像磕瓜子一样 一口一个 两个口味 一个是带着合身头像的 麻辣龙虾味 一个是蒜蓉龙虾味 没有头像 进行量都是250克 配材表还是挺干净的 低味龙虾味 然后都是些嫩饰的东西 制作方法 蒸炒煮 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它不可以放微波炉 所以想偷懒的小伙伴 还是别买了 大家应该挺好奇 这一盒究竟有多少个虾味 咱们倒出来看一下 有一说一 出乎意料啊 这么一小盒 居然有这么多虾味 来数一下 12345 6789 3132333435 刚好35个 一盒10块钱出头 有35个虾味 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今天简单煮个3盒 拿拿胃 肉好了 两盒麻辣的 一盒蒜蓉的 来 粉丝先吃 试了一下 方法可行 也就是跟主播一样 直接吸 它这个虾仁肉 是可以完全出来的 多试几个 教大家方法 大家看这个虾味 每个都凸出了这一截 一把就出来了 就这样 第一次吃小龙虾 吃出了柯瓜子的感觉 主要是太方便了 肉感的话 位于那个新鲜 还有冷冻之间 可能因为它是冷链运输的 肉质还算紧实吧 确实是麻辣味 但是麻辣的程度 我觉得一旁 它这个麻辣小龙虾 对于那种不怎么吃辣的 算是比较友好的 再来试试蒜蓉口味 说真的 这种口味我很少点 主要是外面点的这种蒜蓉口味 基本上都是苦味的 一样是直接可以抽出来 如果是完全吃不了辣的人 可以推荐这个蒜蓉的 清测是不会发苦 非常Q弹 OK 做总结 开始觉得可能会是个坑 实际还好 虽然说味道不算很重吧 但是龙虾的质量 比起大多数的冷冻小龙虾 都要高很多 建议大家和我一样 收到快递马上吃 就不要放冰箱冷冻了 感觉冷冻完之后再拿出来 可能就没有这么新鲜 伤心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